慕友丁今天早上正式接任我国第八任首相 不过从昨天下午4点半 由国家元首宣布这件事开始算起 一直到慕友丁宣誓就任的18个小时里 整个国家 尤其是西蒙 还是经历了不小的动荡 在民间方面 大约150名民众 昨天晚上聚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 不满慕友丁接任首相 并且强调 这并不是由人民票选出来的政府 当时在现场可以看到 集会者在演讲者的带领之下 不断地高喊人民崛起的口号 写着我支持发动不信任动议的纸牌 也被集会者高高举起 而警方更是派出大批人力到场戒备 而西蒙方面也是动作频频 除了聚集在吉隆坡 布卡利基金会大楼开会商讨对策之外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还现场直播 石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敦马的整个过程 那仕途是要证明 西蒙是拥有超过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随后西蒙也公布了一份 列出114名国会议员 支持敦马担任首相的名单 但是这份名单很快的 就被三名国会议员驳斥 宣称他们并没有支持敦马任相 而盛传是已经转头蓝眼的 沙拉越西联国会议员李察烈 今天早上更是极力澄清 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公正党 也不会加入任何的西马政党 虽然支持敦马的国会议员人数 是一直变来又变去 但是西蒙直到今天早上 还是奋战到最后一分钟 一大早就有大批国会议员 陆续聚集到布卡利基金会大楼 但是西蒙大家长敦马 随后召开记者回时就透露 虽然他已经拥有足够的人数支持 但是国家元首是已经关上沟通的大门 拒绝跟他会面 随着首相慕尤丁 今天在国家网工宣誓成为我国第八任首相后 西蒙掌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成了反对党 不过今天在吉隆坡布卡利基金会的大傻外 支持西蒙阵营的外币们继续有动作 从早上八点就陆续抵达现场 人多的还干脆搭巴士一起来 现场也看到许多前部长 前副部长的身影 当公正党主席安华和前副首相汪阿兹沙出现时 现场支持者的情绪更是瞬间高涨 一早就到场的前首相敦马 随后也召开了临时记者会 他先是强调自己手上握有114个多数国会议席 并质疑慕尤丁早前向元首提成的一远数目 无论如何敦马承认 国家元首已经开板定案 这是现阶段他无法改变的局面 这一场权力斗争的游戏西蒙已经走入死局了吗 敦马说西蒙的下一步就是要确保国会尽快复会 并在国会里对首相慕尤丁发动不信任动议 这样才可以把慕尤丁拉下马 但是敦马也无法担保 一旦国会的开会日期一拖再拖 到时候西蒙手上的114张票还会不会是完整的 西蒙现在一定是反对党 手上原有的政治资源只能拱手让人了 由土团党 国阵 伊斯兰党和沙拉院政党联盟 GPS所组成的新阵线政府上台掌权 让敦马不得不感叹 不过敦马并没有对他早前辞去首相职位的决定 感到后悔 他宁可辞职也不要和那些官司缠身的巫统前高官合作 他认为随着巫统扶证 许多正在审讯的案件也可能随时扯销 在记者会结束后 敦马也乘着自己的作家 在支持者的一片口号声中离开 眼看纷扰五国政局多天的拳头大戏终于落下帷幕 但是西蒙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很不服气的 西蒙主席理事会在今天中午就发文告指出 西蒙一共握有112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所以就要求3月9号原定的国会会议应该要如期举行 并且准备对首相慕尤丁提成不信任动议 但国会会议会不会被延后 现在已经是各界讨论的课题 而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就告诉新州日报 国会如果要如期复会也许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是阿里夫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阿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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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